北明有声 白丘林与许英 更是感觉到一面镜子中 存在实力恐怖的恶鬼 白丘林在得到诚哥示意之后 一句话也没说 燃血的手掌 直接按到了镜面上 本就不满裂痕的镜面 好像承受不住压力 又出现了几道裂缝 镜珠指斥 白丘林和诚哥在一起待了那么久 耳濡目染 现在也学到了成哥一些为人处事的技巧 他想尽忠喊道 你自己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毁掉镜子 把你永远关在里面 对我们来说 只是损失了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镜子 对你来说 却是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该怎么选择 你应该很清楚吧 另外 不要想着反抗 这屋子外面有五位红衣 我不是在威胁你 是在帮你 血红色的镜子里 是映照着诚哥一个人的身影 渐渐那人影开始出现变化 五官扭曲 镜子里出现了一张陌生的人脸 这场景看着非常怪异 镜子里映照的还是诚哥自己的身体 只有脸不同 镜子中的男人 双眼之中隐藏着一抹阴动 更让人不解的是 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似乎只有微笑着一个表情一样 你们也是外来者吧 既然你们出现在这里 说明那个疯子已经被你们杀了 否则他绝对不会放活人 进入这个房间里 镜中男人认出了诚哥 他的目光总是若有若无地 扫到诚哥身上 诚哥往后退了一步 和镜子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如果你是想要找我做替死鬼 那我劝你最好还是打消这个主意 上一个猿鬼现在还在我的影子里 不敢出来面对我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其实我对你们没有恶意 你们杀了那个疯子 算是帮我报了大仇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去害你呢 镜中的男人说着 嘴巴诡异地裂开 笑得更难看了 你看起来是个聪明人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告诉我 关于医生和医务室 第四件病房的一切 否则我就毁掉镜子 你放心 我肯定会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只有让你知道我的价值 我才能活命 男人不管说什么 脸上都带着笑容 他似乎只会笑 这样诚哥很不舒服 脑海里隐约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他当时坐着灵车去李湾镇市 车上有位乘客脸上 就一直挂着笑容 在李湾镇试炼任务最后部分 那位乘客还帮了诚哥一次 虽然对方也是为了自保 李湾镇任务结束后 那个怪人就不见了 诚哥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 这次在通灵鬼校当中 又以另外一种形式 见到了一个泪色的人 他们一直在笑 就像是患有某种疾病一样 先来说说 那个假冒医生的红衣吧 他是怎么来到这所学校里的 神哥不确定 男人会不会欺骗他 决定先问几个不重要的问题 试探一下 他是从某个医院里逃出来的病人 具体是哪个医院 我不能说 因为只要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就会被诅咒 男人说的第一句话 就给了诚哥很重要的提示 不管是黑色手机里 还是在其他地方 都没有直接说出 那个医院的名字 似乎那个名字是一个禁忌 被诅咒到医院吗 诚哥眼睛眯起 他说完这几个字后 镜子里的男人双眉上条 眼中的血丝明显增多 好像是有点控制不住情绪 没错 也可以这么称呼的 那医生为什么要逃离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属于那里 我是鬼校当中的一名教师 你在撒谎 没等男人说完 诚哥就打断了对方 他扫尸四周 捡起了一把椅子 走到了镜子前面 你到底是谁 男人看诚哥的样子 仿佛下一秒就会砸碎镜子 男人目光阴沉 但是却笑得更开心了 好吧 我其实和你们一样 也是从外面进来的 你们可以称呼我 或者像我一样的人 为不笑 男人每说一个字都会停顿一下 似乎这么说显得很有意思 镜子的碎片掉落在地 叮叮咚咚咚 星红的血色镜面后 微笑得人脸扭曲歪斜 嘴角裂开 越是死到临头 越是开心 越是控制不住地 想要大笑 我们被叫做不笑 父亲曾说过 我们不配拥有笑容 镜子里的男人 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心虚 嘴唇裂开 隔着镜子 都能听见他刺耳的笑声 仿佛父亲说过的话 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父亲 他是医院里面的一名医生 他不是个好父亲 但他是我见过最伟大的医生 男人猖狂的双眼中 藏着一丝痛苦 一丝惊恐 还有一丝狂热 别的医生只管治病 他却一边救人 一边杀人 他相信天使和魔鬼 都隐藏在人心当中 为此还亲手搭建了天堂和地狱 地狱 就是指那所被诅咒的医院吗 镜中的男人 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他看着诚哥 笑得非常开心 似乎特别喜欢和诚哥说话 不 那是天堂 只不过是个人人都想要逃离的天堂 既然是天堂 你们为什么要逃离 诚哥心中对镜中男人 也有一个简短的评价 疯子 镜中的男人 脸贴在镜面上 满是裂痕的镜面 映在他的脸上 仿佛把他的脸割裂成了一块一块 看着非常吓人 那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天堂 不是我们的 天堂都已经那么恐怖 你父亲搭建的地狱 会是什么样子啊 没有人见过地狱 你觉得有人见过地狱后 还能站在你面前说话吗 男人眼睛睁得很大 嘴角裂到了人类的极限 似乎下一刻就会将脸皮撕扯开 喂 你为什么会对那医院感兴趣 你知道一些关于医院的信息 在我说自己是学校老师的时候 立刻意识到我在撒谎 难道你以前见过其他的不孝 你见过我的家人 又或者 你也收到了那帅学校的邀请 这个镜子里的中年男人 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 他非常聪明 只是从一些细节就推算出了很多信息 对付这样看起来明显很聪明的人 诚哥通常都不会跟对方废话 他偷偷地给许淫比划了一个手势 找个机会直接做了对方 不管对方是敌是友 干掉了他 他就成了自己鬼屋的养分 这是诚哥和高医生交手之后 不断反思总结出来的教训 突然间 男人轻叹了口气 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威胁诚哥 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算了 不管你见过我的家人 还是收到了那所医院的邀请 只要你跟那医院传上关系 你就再也逃不掉了 他会不断出现在你的身边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直到某一天 当你睁开眼的时候 会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开始属于你自己的诅咒游戏 诚哥盯着镜子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 你刚说你还有其他家人 怎么 你看不出来吗 我和你一样都曾是活生生的人 只不过陪伴你的是亲情和友情 陪伴我们的却是痛苦和仇恨 每日生活在阴森举望的医院里 看着死亡和疾病在蔓延 直到他们爬到你自己身上 男人的手掌用力拍着镜面 他的身体完全压在了一条条缝隙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